你有没有试过就是常常忘记自己想要做的东西 或者是有没有一个很重要的事情 明明每天提醒自己提醒自己上百次的 可是到最后还是忘记 你有没有为自己设定了一个目标 可是到当天的时候呢 居然一个都没有达到 还有就是有没有一个很棒很棒的想法 可是就在找到笔根子的时候呢 就有忘记了 如果我是这样的话呢 接下来的介绍呢 就非常非常的适合你 嗨你好 欢迎来到生号TV 我是生号 今天我将为你介绍了一个免费 但是又很实用的 remender tools 我呢其实也是一个非常丢三纳四的人 我呢明明就是年头就设定了一个目标 说什么就一定要达到这样子 可是到年尾的时候才发现一个都没有达到 然后明明记得要买什么东西 可是一到了百货公司呢就什么都不记得了 明明提醒好自己很多次很多次关于女友的深圳呢 可是到最后呢竟然过了都不记得 这一些问题呢一直到我遇到了他才解决 他呢就是我今天要为你介绍的就是google keep 这是一款免费而且有很多供实用功能的remender 我今天会为你分享几个实用的功能 首先他第一个功能就是他可以支持ios android web version 和他的chrome version 也就是说呢 只要你登录了google账号过后呢就可以使用这几个平台 最厉害的就是呢这些平台呢他都是及时同步的 也就是说你在这个android这边打了这个remender过后呢 你的web就可以马上看得到 第二个功能就是他可以填写一些备注 也就是nose或者是list或者是照片或者是audio 来记录你的想法 现在我将会为你试看这几个功能 首先呢我们可以看到在最下方呢 可以给你打新的nose或者是list或者是写字或者是audio或者是photo 这里呢我们先做nose 点击nose过后呢你可以看到title 这样我先点击一个title 然后这边nose我就可以写 第二个呢我们可以添加一个listing 只要点击旁边这个listing 然后我就可以写 做好了一个东西你可以在旁边点个go就可以了 然后第三个呢是添加照片 这里呢我们可以点击他旁边这个camera 然后你的idle可以take a photo 就是拍照或者是从你的相簿里面拿出你的照片 这边我选择拍照 然后这边你可以选择你要加什么样的title 或者是你的nose 点击他旁边这个笔就是用画的来写你的nose 这里呢我点击然后我可以开始写 他就会把它孔过去一个照片 就行了第三个功能就是他会为你reminder set时间或者是地点 set时间呢其实是比较common的东西比较普通的东西 可是如果是一个地点呢就太厉害了这个之前没有看过 首先我先点击其中一个nose 然后进来了过后呢我先点击上面这个手 然后再选时间你可以选今天明天或者下个星期 或者你可以特地选一个时间 然后再选几时要不要repeat每一天每个星期一个月或者每一年 选好了过后呢就按save就行了 他就会在这边呈现除此之外呢他还可以选地点 这边呢在他时间过后呢才有个是地点 点击edit location过后呢他会带你到google mac 然后点击 然后你就可以点击下面这个klc 就是你该sep的东西 然后你就点击 然后就行了 然后按save 感谢你观看我的影片 希望我的这个影片对你有所帮助 我会陆陆续续的介绍各种实用的apps 如果你还没有订阅生号tv的话呢 请记得记得一定要订阅生号tv 这里呢我也为你推荐了两个你可能会有兴趣的影片 可以点击来看哦再见 Ciao